大家好 相信很多花有羊的月季都会养得非常漂亮 但是也有不少花有羊的月季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 那么我们想要养好月季 大家必须营造四个条件给它 让它更适合地生长 第一个就是月季喜欢光照充足的地方 如果说光照不充足的话 它这个枝干会长得非常的瘦弱 而且花朵不会那么饱满 颜色不会那么鲜艳 但是它又怕强烈的阳光 如果在强烈的阳光下 它这个花苞跟叶片会迅速地蒸发一些水分 这个根系水分跟不上 那么它就会出现花苞提前掉落 或者是叶片水分跟不上 出现萎缩的这种现象 那么第二点就是月季 喜欢生长在通风良好的地方下 为什么呢 因为月季它本身是非常容易得一些病害的 如果我们的养护环境不通风 那么就容易造成 让续菌跟虫害快速的繁殖 影响到月季的生长 那么第三点就是月季喜欢生长在虚润的环境下 因为月季喜欢大水大肥的一种植物 如果水分跟不上 那么它这个根系就会出现问题 但是我们也要避免月季的根系出现积水 如果出现积水的话 那么它的根系就会吸收一些氧气 会受阻影响到吸收养分的一个过程 第四点就是我们的养护环境的温度 月季适合生长的温度是在18到25度之间 如果我们能营造这种温度 给它适合生长 那么它就会长势非常的旺盛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 我们想要养好月季 必须创造的四个条件 希望对大家有用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